你們正在看的是玩具TV 好,歡迎來到TOYS TV的一個特備節目 這個是關於香港動漫電玩截2024的特備節目 就是我們的玩具TV、玩具展商全攻略 喜歡玩具、看玩具、買玩具、限量版也好、普通版也好 總之關於玩具的這個節目我相信一定不會錯過 因為我們搜集到的資訊是很相信是全港最多最齊的 我是Brian Lo 本身我自己做一個從事玩具業都有很多年 看我玩具TV的朋友都知道 如果不知道的話也要介紹一下我自己 以前我曾經做過一些產品牌子 現在最近這兩年就專注於一些關於社交媒體和批發工作 廢話小說,說說今年有什麼好東西? 在玩具公樂之前也跟大家講講大會舞台的節目表 為何會這樣看呢? 大家朋友記得截圖 因為其實今年大會舞台跟往年一樣 我相信今年是比較轟動 而且很多你們喜歡的資訊 或者喜歡的表演人物 喜歡的團體 喜歡的節目 都會在大舞台裡面呈現的 大家記得看你的節目表 在哪一個舞台就不要去錯地方了 大舞台我們自己截圖 自己看看有什麼要看 關於玩具呢 7月28日非常重要的就是 3點鐘我們有一個 Takana Tommy的第二屆 可以CV另外的資訊 Facebook 好了,來看看這裏 這一個就是大會官方的地圖 正常我們一般來入場 如果去過的朋友 就 skip 了 未去過 要看看 你進到來 通常說這裏是下樓 這裏是下樓 正常就在1C裡進去 所以進到來之後 你就不要想著直走 直走到底下就撞牆 不是撞牆 你會發覺你會錯過一些東西 其實整個場 你進到來之後 最可好的是轉右 如果你喜歡走完所有玩具剪箱的話 就轉右 因為右邊有Hot Toy 有Takana Tommy 左邊有Bandai 建議你先看清楚 你最想去哪個地方 如果你要走 要長腳骨 兼且人流 可能也是另一個障礙 所以你一定要穩定你的攻略 你的策略就是 你先要找到你上去的地方 然後就先走去 當然要選擇地點 適合我位置 上面這裏就是參展商 其實Catman圖之後 你放大應該看到的 就算真的看不到 去到臨場 這個地圖都應該有牌的 或者你自己上網下載 好了 所以這個地圖 我建議你真的要看 你提同準備一下 究竟你想找哪個參展商 尤其是想買橫欖版 或者你喜歡的東西 就算不是橫欖版 你也不要繞個大圈 因為你走錯路的話 相信你也會腳軟 好了 右邊這邊都是什麼來的 其實這些就是 創天舞台 這裏呢 剛才我講的小舞台 其實總共有三個舞台 創天舞台就是同仁制這邊 另外左邊角落呢 就是這個名家舞台 通常是設計師那邊的舞台 中間這裏就是大舞台 頒獎典禮就是在這裏搞的 很多大件事都在這裏搞的 好 那麼玩具參展商方面呢 其實就分佈了幾邊的 所以你就不要想著群組成一邊 因為其實今次呢 無論是其他參展商 或者玩具參展商 都是分佈各處啊 當然啦 如果你要集中一點的 就可能是入到1C之後呢 去到這一邊 我現在圈了這邊呢 會比較多玩具商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裏是HKBTA的協會呢 裏面大部份的會友呢 都會在這裏的 那麼 雖然開台都是會友的 但是他擺開歷史的關係呢 他一直都擺在這邊 所以是這邊 還有呢 有些排隊區的東西的 那麼 Takara Tommy 如此類推 這裏呢 先看一看 這個看得不太清楚 這個似乎不是玩具的 但是左邊是BANDAI 然後如此類推 那麼 NAMCO 另外就是他Gundam無形的比賽 那麼這裏一勒呢 都很精彩的 所以其實呢 這一勒呢 這一勒近這個入口 這一邊 這個直大直老呢 其實就很多重點的 產品展商在這裏 那麼 但是呢 都不要想著 只是看這裏啊 總之都是看回地圖 對回你們的位置就找了 那麼 另外一邊呢 就是HK3C 就是香港另一個的品牌商協會 那麼這裏就包括了其他的品牌在這裏 那麼詳情自己看看 那麼這邊呢 如果是潮具象 就喜歡Artois 潮流玩具的朋友仔 就可以來這裏了 好 地圖看了那麼多 那麼自己截圖了 這個不清楚的話 自己上 動漫展的Facebook 它就是ACGHK2024 你Facebook一打呢 就會出來 然後呢 地圖就應該很容易找到而已 再不買 上ToisTV的Facebook T-O-Y-S-T-V-H-K 然後呢 你就會直接我們的Facebook Band 就是這個地圖來的了 好了 那麼今年Artois 即潮具象那邊呢 就有一個比賽的 就說Winsome 馬大哥搞的 就是每天都是繼續去他搞的 第十五屆的香港原創動漫人形設計比賽 那麼小弟都是其中一個評判 那麼所有賽果都公佈了 那麼也都頒獎典禮 就會在第一天 7月26號 即是星期五的大舞台呢 應該是中五到的時間就會有的了 那麼大家留意那個頒獎的時間 大舞台的時間表 那麼小弟都去參與 以及去頒獎的 那麼今年呢 我自己覺得呢 是比去年更加進步更加好的 那麼為什麼呢 可能是3D的技術 可能是很多原因呢 令到他們能夠輕易一點 去做到自己的立體作品 以往呢 就要牽涉很多技術 甚至要找人幫忙才做到 現在呢 可能他們一個設計師 或者一個artist 自己都能夠完成到一個立體的作品 那麼今年我好相信 告訴大家 好好看 好正一點 其實這些產品呢 那些作品呢 根本就可以變成產品了 那麼記得去 近我們A區那邊看 就是近我們地圖左邊那邊呢 就會有這個動物狂潮的 入圍的作品 和得獎作品去看的 好了 這一次呢 我的做法就是怎樣呢 就順英文字母的編排呢 所以呢 第一個要介紹的就是 Action Toy 那最近呢 這個acrylic stand 這個立體牌 非常之流行 那我看到很多廠商 不單是Action Toy 都會拿著它的拉伸 順便出賣一些 立體的產品的 那看到有立體產品 那他們就拿開一些 萬能漢堡永獎 然後拉伸 那又可以賣喔 好 那產品方面呢 就看到這個 就是 是不是V型電池合法 還是超力電池合法 因為我只是小時候 自己的中文名 V型 希望我沒有錯 有錯 請更正一下 Full Pink Edition 那這個是否出過 我就不清楚了 那 相信是一個新的版本 好了 所以呢 所以呢 關於Action Toy的展位呢 我就不能夠 和大家披露太多的訊息 因為我只知道那麼多 那但是 千萬不要錯 我相信一會 我能夠和你帶給你的訊息 之旅呢 肯定你說 值回票價 值得看ToyCV 值得看我們的節目的 Azio Go的BOOF 那這次他們也有一些限量產品 這一次就是一個 可動錢 那其實只是一個 我猜是一個 碑件的 通心的 大型思樂比 中間可以入錢 不是通心就做不到的了 那625元 那這裏它就先行發售 就不是限量版來的 那段估的這種產品 都不會限量 那 先行發售 對了 也都沒有限量的 也都不是exclusive的 好啦 這個沒有看錯Link 是Storm的一個產品 那就是D06 那就寫明了 Azio Go的BOOF D06 我先看回了 其實ABCDE 它都是順著排的 所以F就近HotToy那邊 A就近出口那邊 那如此類推 那你就不要找錯了 D06 就在中間位置 好 那這個Storm的一個限量版 它應該不是 這個呢 有朋友提及我的 是不是限量版呢 其實你端猜 一些碑件的產品 尤其是這麼大老的主角 character 如果是限量版 應該是加一些配件 特別色 或者一些很特殊的佈局 那所以呢 如果你是一個普通的一個大陸 大陸的主題的作品 產品 我覺得就 這些可能是一些限量先行發售的情況 那大家自己決定回了 它雖然寫到明是這個 Wilden Cane Deluxe Next Level SDCC Conversion Exclusive 因為SDCC其實差不多 這幾天都是在做的 那麼 那麼 SDCC 完了緊接 就是 ACGHK的 每年都是這樣的 那麼 所以看回了 那麼180件 售價320元 那麼當然 喜歡的就買咯 也不要想著一定要限量才買 好 另外這個也是Storm 另外也是Street Fighter II的 沒錯 的角色 春麗 春麗這個 它又說是自己一個 SDCC Commerce Exclusive 那麼 180件 也是 240元 咦 便宜一點 好了 另外就是這個 另外一個牌子 就是來自台灣 Beast Kingdom的一個作品 Batman Return 的 ACG Exclusive 我也是說 限量6件 少少到這樣 大佬 這樣的限量法 真的比較少有 不知道是不是今年的 一直 這幾年經濟一般 其實很多品牌商 那些 Exclusive 真的 Exclusive 那些 少到嚇到你 那待會大家都會 看到 知道的了 我會告訴大家 售價468 這個Batman 廢話不多說 自己看 自己決定買不買 只有6件 好 還有的 那這個限量 48件都是Batman 那 DC Direct 其實是一個 美國牌子 那 直接是DC那邊 即是 即是自己去生產的 應該 那他們的產品 其實香港也有得買的 不過 就不是那麼多件 而且 未必很適合香港人口味 所以限量也很少 48件 400元 我估計應該是一計三美 沒錯 那大家留意英文 好 繼續 好 另外也是 Beast Kingdom 好 沒有看錯 Beast Kingdom 那個 另一個 Exclusive 限量36件 265元 這個又划算了 兩件 我發覺那些字 不是很清楚 小的那些 可能因為那些解像度 不是很高 Anyway 大家可以 看正確這條片 之後 可以再有詳盡 知道 如果真的不清楚的話 可能辛苦你再去 有關你喜歡的那個網頁 或者官方網頁再看一看 那這裏呢 是一個整體工量 希望呢 將全部 差不多九成 除了Bandai之外 所有玩具箱的 參展品 貨品 特價品 優惠 限量 獨家 全部都和大家分享了 我幾有信心 很多猛料呢 外面是未有的 亦都未公佈的 好了 這個可能是另一個高處 D4 Toys 很多朋友不知道 D4 Toys是什麼 其實這個是千色年期 其他一個玩具品牌來的 或者可能是一個 玩具網店 我估計應該是比較 應該是像玩具網店 即是他們的網上專店 這次我覺得比較注目的 尤其是現在 剛剛圖片上這隻 這個呢 千值你的RealBot 這個呢 應該是EVA來的 但是呢 就用了一個 武者初號機的造型出現 所以你看到整個看來 就是一個 機械人的EVA EVA零號機的形態很清晰 你看到頭的角很清楚 但是你看到 武士形態也很清晰 因為是拿劍的 這個呢 看來的造型真的非常之正 還有近期的 很多市面上的產品 都很 那種風氣都很接近 Anyway 我不說那麼多了 馬上去到 會場限定首100名 預訂7、8折 這一隻呢 其實是大貨來的 問過的了 就算我們在星期四的偷襲 即是預先的 就是 Press Tour 看 我們都不會見到這一隻的真身 問過有關方面 他要去到二十六號第一天 才會公佈真身給大家看 因為呢 廠商呢 承諾了那天才是全球曝光的 所以如果要看真身呢 那就要入場看了 當然玩具TV也會直播 但是始終是直播啦 真身的真立現場看 就要進去看了 但是 之前那晚呢 應該就不會有了 除非有特發事件 那這一個呢 就是他們其中一個 最後公佈的一個特別產品 那麼呢 有什麼好處呢 100名的 就預訂七八支 就是其實進去呢 預訂這頭一百個呢 就會有便宜一點的價錢 但是這個是大貨來的 就不是限量版來的 好啦 真正的限量版是這隻 這個寫得很清楚 全球限量八百隻 ACG是有兩百隻 據聞呢 日本有三百隻 還有三百隻呢 就不知道是分在哪裡 好像是分在那個 他們自己的網上專店 如果全球的朋友都是買到 那如果是懷人朋友 聽到廣東話 或者懂得看中文字的 那你可以留意著 那這隻真是兼限量的 那就 香港現場二百隻 日本已經有三百隻 只有三百隻 就是他們的網店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因為加碼剛剛通過的電話 那這隻真正的限量版了 那麼 制裁者 那麼 輝定加碼 是一個我們叫魔改座的系列來的 那我自己 挺喜歡這個form 因為其實這個form 除了設計好之外呢 其實它是叫做 省到成本的 那當然有些朋友就不喜歡啦 或者好像有很多用 但其實怎麼會有很多用呢 是骨架是會接近一些 但是你要發覺整個form 整個系列 它都有自己的 接近高度 還有大小 配合不同的件 我覺得 可能甚至你改裝還可以的 六百九十元一隻 剛才你有沒有說 是一七零 八七八折 那這一隻便宜一點 七百元又找 特大只有二百隻 那所以呢 會場裡面 要留意他們 是不是每日限量 或者是 每日是否限五十隻 這些就再留意 那當然 你有頭醜的 應該安全的 好 跟著 這一個呢 就是 觀點限定 剛才猛講的就是 觀點限定 觀點可能就是D4T 如果有錯 就請更正 都不會混得太亂的 總之D4T就是前十年 那來回到這裡 他們是其中一個 我們經常都見到的 的Series Metaphor Metamore Force 那這個呢 應該是一些 Q版 是不是 地引盒 水管盒 封飄盒 金屬式版 那一個 哇 你少到嚇到人 全場ACG會場 只有十套 六千元一套 三隻來的 那會不會是之前出過呢 有可能的 這個金屬式版 可能已經是賣斷市的了 好 另外這隻特典版 那這裡我先連續跳一下 三幅圖 你會看到全部都是 奧帕文來的 咦 跳錯了 這個鐵機巧 排位問題 這個鐵機巧 和這個鐵機巧 和這個鐵機巧 都是奧帕文配天火的 一個套裝 那其實三個版本呢 據我收到的消息 其實都是 外面sold out 賣斷市的 顏色都好像是曾經出過 不過這一次 會場呢 就有一整套 即是三隻色 還要 這個其中一個就是 第一款 就是這個 特典版的 就是 普通 正常 奧帕文加天火的裝甲 有八十套 四千八元一套 即是兩隻 二千兩元 跟本身的價錢差不多 但是這個 已經是絕版 兼且是特別適 還有齊款 即是齊套 八十套 喜歡的朋友 之前沒有錯過 現在可以買 另外這個特典版 就是鏡像奧帕文 即是Lamasus Prime 有沒有記錯 變成這個 這個大問題 只有十套 價錢呢 差幾百元 貴少少 五千二百元 戴得十套 紫紫地式的 這個版本 都是 絕核的 都是奧帕文加天火裝甲 即是說 其實配了天火裝甲之後 又變成一隻超巨大 超有型的奧帕文加天火 好 第三個 就是這一隻 這個 暗黑奧帕文 原來 有這麼多款 今年發覺 關於奧帕文的 限量版 真的多不勝數 差不多 所有限量版 都跟奧帕文有關係 尤其是 暗黑 Lemesis 鏡像 我都自己有點暖暖的 因為我不是Transformer 粉絲 好 看回這隻 這隻60套 多一點 五千八元 這套三套是最貴的 也是奧帕文加天火裝甲 暗黑版 對一般消費者來說 這個價錢不是輕易的 但是 數量是非常少 也只有60套 我相信沒有有粉絲 喜歡玩玩玩ками 喜歡變金 港朋友 也會否最快便賣光 我還是不講那麼多其他的 另外還有其他 U być 叫了一 bes 觀點限定其實不是完全會場才有的 所以如果來不到會場或者真的買不到 不用擔心口的 想去觀點可能都能買到 不過如果你想快 或者想延長買到現貨 這個應該有現貨 你們就可以有了 不過但你看到15套 那就是一定要第一時間去的 千石年限量的數量真的比較少 如果是喜歡他們的產品的人 朋友仔 我想真的要入場 真的第一時間去看看 這個又說是觀點限定 Riobot的修羅神伊達波斯 和修羅神華利法 兩隻四千元15套 唉真是 好害怕 好啦 跳回說回這裡 其實加起來加起來 沒有記錯 總共有九套或者九款的 觀點限定啊 守法啊 特別版重出啊 或者叫做特別假釀式啊 限量地再發售啊 都是差不多這樣 九款左右 九至十款左右 我想最矚目呢 啊 漏了我不好意思啊 還有一個Riobot的雙界帝王 和支雷 雷鬥戰技啊 這個只有15套 3950元啊 全部都是一套一套的 簽字連 你想怎樣呢 好啦 最後還有這個鐵人亞爆FX 加17號的鳳凰 但電板還要加上黑牛 咦 但這個三隻加起來 只是三千元一套 好像這麼便宜 其實是兩隻來的 不過我自己也見過這兩個產品 不是太大隻 那我還是看回大世界價錢 我自己覺得 限量六十套 限量六十套 觀點限定啊 其實應該是觀點不到才買到 那現在會場就買到了 不過限住六十套 所以呢 其實簽證鏈呢 真的超多 超多 那基本上最觸摸呢 就是 我認為就是這隻 真的限量版 還有這隻 是手法的 因為這隻其實 聽聞都公佈了很久 好 那我們去下一個參展商啦 順著 Devil Toys 保費D18 同是D字頭 它是HKBTA會有 所以就是D區的 好 那別看少一個本地 一個年輕品牌 都有十年了 一路主要都是主打一些 藝術玩具 設計師玩具為主 Figure都有的 那今年它帶給大家很多東西 因為其實它們不單是做自己的作品 也都會跟一些 不同的設計師 尤其是東南亞那邊 是合作 那所以呢 它們的產品越來越多 原素也是不少的 Crystalmon Series 這隻其實沒有說是不是限量版 但是 基本上設計師玩具都是少的 好 另外呢 Ghost Buster Ghost Buster OK 那這一個呢 好像有見過出過的 好了 這個我自己喜歡 一個一比 咦 是不是12呢 這裡看得不太清楚 那呢 Devil Toys 聯成其他一個 就300隻 這個真的有一個限量版 那設計師玩具 基本上都是幾百隻限量版 全球這樣 就沒有計算哪個會展 哪個展覽 哪個成功 一個 Exclusive 就打全世界 每個地方有一個數量 那希望就 巡迴完之後賣光 這個方法也不錯 大家都有 但又很珍貴 大家賣得開心 這個叫做 Night of Silver 對啦 應該是第二隻來的 系列裡面 那造型是挺正的 我自己覺得 那我看下我估計 我估計 我估計 我估計是1比12 我估計 好 那應該是同一個設計師 這個是塘膠作品來的 因為詳情我就找不到問 所以就不知道了 那另外呢 香港和香港的設計師互相合作 Devil Toys 設計師品牌 那老闆又是設計師 又是一個老闆 那這邊其實真的有兩個設計師 又是老闆 但是這邊他們的設計師成分 或者藝術成分高很多的 因為為什麼呢 他們真的自己下手下腳去刁 做3D Scropting 做一些上飾 那這兩兄弟 這個Two Plastic的兩兄弟 大家自然都見過 我倆的TV 那把這個完成了的作品 這個從之前第一個的刁像作品 是有少少似會不會是 在這個基礎上面 再叫做優化 再加塗裝 或者是再加一些新配件 這個我不確定 但是很大的藍圖 好像是挺接近的 但是這個始終是一個完成產品 應該是新的 OK 另外還有這個 這個呢 Black Purse 黑珍珠 這個叫做Saya Turtoy Versions 我不肯定它是一些 叫做致敬作品 還是怎樣 很明顯是跟龍珠有些關係 看下去 好 另外繼續有 這個名字都不懂得了 Jeromy Sing Devil Toys 繼續去連城 這些是一典型的 這個像一些one-off的reprint版本 因為那些遊戲是很精細的 好 另外一隻 又是成Denvol Toys 這個也是致敬 某些特殊片 原來覺得作品很多是5-6天抽選的 懂塗路馬的朋友就去看 另外對它有興趣 喜歡或者未買過的照片去買的 那就要自己看資料 因為抽選的東西 就不是抽獎 就是說你不一定要買到 但又不用排隊鬥快 所以你就要留意他們公佈的詳情 好 這句是什麼呢 嘩 大牌子 是日本的勁類 剛才重複一次 Bandai那邊我就不說了 因為說完要另外開一集才行 今集都可能分分鐘超過整個鐘 跟德哥說都差不多 但這次我就嘗試搜羅了大部份資料 整理好有編排這樣說 希望大家真的看著這段影片 就可以想到自己今次動漫節 應該來怎樣 部署怎樣來 什麼時候來 買什麼 有什麼預算 有什麼需要 希望你有很好的安排 或者令自己玩得更加開心 這個是我們的終止 OK 好了 這個Guzmao 日本的一個新興品牌 我叫一下 都是一些中大型級的品牌 Guzmao 沒有什麼不懂的 他們系列非常多 黏土人 毛型 Model Royale 非常有啪啪 啪啪啪 其實很多系列 我覺得都很厲害 近幾年的發展 很多年輕的玩家都比較喜歡他們的產品 今年Guzmao 是有了官方正式代理 他們就正式用Guzmao的名字 就正式在這裡擺放 好 這個呢 沒有說什麼 我也不多說了 好 這個是他們的作品 其實應該很多 這些應該是沒有看錯人的 念途人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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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 嘩 好了 那麼 很多他的作品 我們快快看照片 沒錯 這裡有些文字 就是我自己截錄的官方資料 其實他們今年有Model Royale Pod Operate 有對合體的Series 有黏土人 有幾個大系列 剛才對合體的其中有短空我 看回這些字 就是勇者傳說 不喜歡搞來搞去的那些 一買回來 終於看著自己 希望有動漫人的那些朋友 Pod Operate 系列其實非常棒 在日本其實是很流行的 香港其實都開始多人玩大 但見到不是說去一個很瘋狂的地步 那也更好 因為一去到瘋狂 你又炒 那就不過癮了 好 我們看第二個 雖然Guzmar是大台 但是呢 暫時資訊不是那麼多 因為大台那些 很大間 尤其是外國公司 他未必可以 給我一些資料 好 這個就是 接下來 這個超級大台 無論是香港是大國際性 都非常知名的 Hot Toys 今年呢 其實大家都猜到的 其實他是逐點逐點公佈 基本上公佈完了 Hot Toys 首先公佈的就是這兩隻 就是在這個 之前早兩個星期的 Plexcon 就已經公佈了 一隻就是 左邊這隻 我們叫可可可樂式 因為其實好像是喝可可樂 抽中才有的 那現在呢 就有一個 另外一個 不是另外一個版本 是從一個版本來的 不過可以加多了地台 還是怎樣 多了一些東西 基本上一樣的 聽聞一下 限量600套 應該是現貨 如果沒有記錯 2580元 不便宜的 但是當然Hot Toys Ironman 出到電腦式 這個價格 都是大家意料中視的了 是Mark 3的版本來的 好 我自己看的實物 就真的非常之 亮的 真的 做得很好的電腦 我覺得現在技術 現在很好 所以 配合造型 其實 作為一個Art Toys 我覺得挺喜歡 挺漂亮的 不過 就是 給不給得起一隻看人 這個其他隻呢 這個600隻 應該是現場買的 所以 所以喜歡開胎的朋友 可能也要排頭籌 頭籌 現在說得太遲了 因為已經排了 趁愛落定 但我相信今年 或者這幾年 其實有時都不一定 頭籌才買到的 去到現場 你早去到 還是排到隊 所以如果 沒有頭籌的朋友 我建議你早點進 沒辦法了 只能是早的 你早就早點進去 趁它還沒埋好 你就可以 頭籌之後 你就能夠買到 因為始終 又不是真的好少 它有600套 那段股都沒有一夜 就600套買完 還有很多時候 他們會 分每一天 每天一些 給客戶 所以如果 例如你來不了 也不用太擔心 留意他們官方的 信息 這裡當然幫不了你 因為 我不是代表Hot Toys 所以 一定要看回他們各自 牌子的官方信息 你就可以想到 心儀的東西了 當然還有這隻X-Man 其實這隻 是漫畫版 不是現在一套 新Movie的版本 這兩隻 這個就少一點 350套 正常的 因為一個 可能沒有那麼流行 沒有那麼大熱的版本 通常出少一點 是好一點的 出得多 就變成 沒那麼矜貴 看看 然後有些很震撼的畫面 沒錯 上次試最 接著他們公佈了 另外的三隻 即是五隻 這幾隻 都是有現貨的 中間這隻 Chrome Commando Skosh 其實是比較英俊的 我們經常說的五個 Commando 其實這個比較英俊 做得好不好 一看就知道 其實Hot Toys 都非常正 都是不說那麼多廢話 這隻 會場先行 即是說 其實是會場先賣的 即是說 其實不是限量版 即是不是 Exclusive 不過現場400套 早買早享受 也早買 很開心 又可以幫人買 所以你看到公公婆婆 都會幫孫仔買 所以相信 都會有一些 排隊的朋友 或者一些 看來不像玩家的朋友 會來蜂擁 因為這套先行 因為他不知道 什麼時候有大貨買的 這400套 基本上 可能引起一些 我們叫他炒家的 注意也不頂 當然我也這麼說 我們一向都沒有提倡 亦都沒有反對這件事 按大家自己自由活動 另外這個 現貨得240套 這個 大家留意的是雕像 這個肯定是 因為Hologram 因為透明版 不會有可動環節 有可動就一塊塊 看透明 但是這個角色不錯 因為Star Morpher 其實出現Figure 都好賣 這隻Hologram 1比6 很大隻 我相信 如果它不是實心 就不漂亮 應該是實心 但是 在生產裡面 都有些工藝需要處理的 但是930元 便宜了一個Figure 當然 對於某些人來說 930元 會不會貴一點點 我都說了 這種Figure 基本上價錢 再貴一點 好 然後 比較多人談論 比較多人覺得 真的值 可能就是這隻小丑 因為其實它是小丑 革命的融合版 我不知道它出去了哪裏 但似乎是很多 裝備員都玩過 這個情況 這個 真的做得 有誠意都好 因為它本身是直發版 又有小丑 有小丑的版本 又有蝙蝠盒套 又有小丑的造型 其實沒有什麼為我感 不知道會不會有蝙蝠盒的頭 我覺得是個人 Anyway 但這個也是現場現貨 其實去到剛才那兩個 其實真的現貨都五款 其實很誇張 這麼多現貨 Hot Toi每年都部署很好 我覺得雖然近兩年 那個1比6的市場 好像略略走了下坡 但我每次看到 動漫節Hot Toi的安排 我都覺得 你會有一個衝動 還有一個 真的不買不得的感覺 這個要賺一賺 他們裏面的市場 那個安排 真的有些心思 好 2800多元 接近3000元 其實去到直發 其實是貼頭髮 就是貼上去 其實都 因為人工很多 所以頭成本 可能幾百元 所以可能都走不甩 挖住3000也走不甩 這個小丑 這個我覺得最多人買 預訂400元 現貨100元 其實做不切 是不是做不切 應該是真的做不切的 要真的逐個手工做 還有400元 你開預訂 之後再加 其實這是一個謎 這個紀錄 其實在其他外地的展覽 或者內地的展覽 其實可能都會取出 這個 摸一口飛的 你香港滿足就可以了 不是每個賣力炒的 你香港只有100套 或者500套 其實可能已經很少了 好 繼續去 嘩 然後繼續 死事公佈 就必然的 那 那 大家看吧 很害怕露烈 又是紅色 那 趁一套電影出 原來有現貨的產品 還有兩件神秘配件 曝光 是甚麼配件呢 這個真的要看 因為可能是劇頭 所以他就特地不說 好 嘩 八百套現貨 他說 手法必搶 這個不用說了 因為大家都好看著 Marvel這一套 叫做復興之作 這個 Deadpool 和Rofarin 那 段故也不會太失準 但是 所以玩具也不會太差 那他與八百套也不是太樂觀 也不是太悲觀 我覺得剛剛好 1980元 那段故應該五日也有了賣的 即五日紛輝地賣 每場限定驚喜 那都是限量八百套現貨 其實記住 之後會不會有呢 其實是會有的 但開胎是這樣的 那些貨物也好像折牙膏一樣 變成你先買先享受 先買也吸引到那些炒家們 就會去買的 所以如果你不是這麼急著要玩 其實就 未必需要捱炒價 如果真的每場買不到 如果每場真的排不折 也不需要那麼辛苦 但是 首先是有 有時候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再派 好 那看回這裏 這裏他附送特別版珍藏配件 這個和那兩個應該是不同的 他就說 首五百名購買現貨可獲陣神秘角色 優先購買證 即是說 這八百套裡面 你頭五百個 尾三百個沒有 你可以換購這個 又購買證 即你可以不買的 這神秘角色是什麼 有人會想 會不會是Wooferine 我就覺得當然不是 因為Wooferine 他的頭部也公佈了 我覺得可能是劇中一個 屬於Marvel的英雄角色 在裡面曾經出現 將會出現客傳的一個角色 可能是一身造型 或者是有些特別的東西 這樣出現的話 這樣自然就可以出現 這些在生產商來說 一定是預先知道的 但他們都配合 如果有一個MARVEL或者迪士尼要求 就不能夠公佈 就不能夠公佈 好了 所以這個呢 可能就是到電影上了 才能夠公佈是誰 所以說 你買這個 有幾樣東西的好處 首先可以玩 另外 不會特別便宜的 1980 但是會送到這兩件 金色手槍 還有這個台 還有 還有 還有就是這個 還有兩件神秘配件 即將曝光 曝光 曝光 它沒有包在裡面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它連起來還是曝光 即是曝光 曝光之後 就不是給你的 那你在哪裡呢 F01 進來之後 向右邊走就是 大大的招牌 應該不難找 好了 這個是詳細的 scorch的面 當然驚喜還在後面 沒錯 其實這個是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 另外公佈的 那這個 是不是應該是預訂 我估計 這個DELUX VERSION EXCLUSIVE 是由DELUX EXCLUSIVE SPECIAL SPECIAL EDITION EXCLUSIVE 記住 所有 EXCLUSIVE 都不會真的 只是你那個場地 才有的 只是你才有 這個是理解的 但是 必然比平常的 量產版本 是少些 或者它一定多些 特別件 我覺得它加件 就是最公道的了 總之你的特別性 就是真的有特別的 因為多個東西 那你REPRINT 那些又不同 完全一樣 都包裝不同 那其實那些 就比較 就是 不公道 Hot Toi 一向都會有 特別的 這個 Darth Raider 就是Anakin Skywalker 其實這個 冷面頭雕 燒傷了之後 那個頭雕 其實都做得很精細 就是和後來公布了Darth Raider 那個藍面頭雕 有些 異曲同工之妙 但是都能夠重現 那個主角 那個原本的真的輪廓 其實這些 那麼多特徵的頭雕 反而更容易 行動 但是整體來說 整個佈局 是 戰損破壞 做得很漂亮的 這裡這件 背肩呢 不知道是不是 有一件膠的背肩呢 看不清楚 應該像是有一件膠的背肩 但是剛才我再看 其實很喜歡 還有一件布的背肩 不知道是不是兩言披肩呢 所以這個Darth Raider 我覺得如果價錢不貴 這裡沒有寫的 那都是 值得Sound of Fancy 喜歡 我相信這個是外國 一定很受歡迎 好 另外 這個是膠法版的 復仇者的支柱盒 這次他們強調 就是那個眼睛那個 不是平衡的 是獨立的 就是兩隻眼睛 做多雞眼睛 抹開都可以的 一個可毒眼 這個很清楚是膠法來的 其實他同期公佈了一個直髮版 直髮版 其實不是剛剛的 貼頭髮版 不是真頭髮版 那些其實是羊毛 羊仔毛 來的 好了 又是另外一個 Star War 就是很穩陣 全部都很穩陣 五隻眼睛 但是 General Griffiths 就好像出過尾 我就不太敢 Siso出過 肯定的 但是Hot Toy出過尾 我就不太肯定 這個可能是第一次出都不定 因為這個是一個 嗯 想不到 很清楚 這個是連一個Coin 特別價值 就不太大 當然 但我本身這個產品 已經是很棒的 尤其是喜歡Chrome Raw 的朋友 或者喜歡Episode 1 123 的朋友 其實這個 大壞蛋 都幾 挺有人入勝的 這個就有些驚喜和突然 因為本身 其實Hot Toy這個 是之前沒有出過的 亦都不知為何是沒有出 直到後期 在坊街 有其他牌子 當然授權就不一定 包括香港 那 是有出過的 但是呢 理論上應該出過 可能Hot Toy不出了 但是 很突發地 他們是公佈了這一隻 而且也是用了真頭髮去做 處理這個產品 這個小丑本身 就是一套 挺有銀力的電影 還有是一個新小丑造型 其實 在那麼強大的 那麼厲害的 Hot Flicker小丑之後 能夠做到這個小丑 也是很厲害的 演員或者導演方面 加上這個造型 也是非常之搶眼 所以這個小丑其實 也有很大一班的粉絲 和奉唱客 而這個呢 有很多配件 有椅 有槍 有面具 還有最重要是有個 真的頭髮 這個版本 那像不像之前另外一間公佈出的呢 都 好了 暫時我比較不到 但是 質量都做得很好 看官圖是真的 就是做得很正的 因為它是一個立了頭的頭髮 其實可能更難做 因為那個厚度呢 你要拿捏得比較準確 那 好了 看著官圖那麼多 先看看 剛剛的小丑呢 好了 這幅圖重要了 就說回所有的價錢 剛剛就說這隻Joker 我叫第二代Joker 車發版2980 挖住3000元 只有限量 香港限量 講得明白 很均真 香港限量600套 第二代多少套 就不知道了 香港也600套 2980 我覺得市場差不多 應該能夠調整到這個數 有 另外呢 有個交發版 便宜很多 1962 因為會場更便宜了一點 平成1000元 當然它裡面的合成 組成我就沒有詳細看了 會不會是再少一些的呢 因為如果一個頭髮欠了1000元 那又不知道是不是 是否正確 即是沒有正確 是不是這麼多呢 可能是還有其他配件的 這裏呢 Spiderman Iron Spider 2980 這個真法版 800套 應該全部都是預訂的 會場預訂的產品 1 2 3 4 5 6 7 8 嘩 好誇張 如果加上五款實現貨的話 其實今年是13部 我想是這麼多年來 最多的一年 可能可以明白到 其實它要做這種市場 或者其中的產品 才能引起一個比較巨大的影響力 以及巨大吸引力 去市場上衝擊這個產品 所以呢 他們今年其實 可能是悉心部署 或者加強了這個力度 即是說 既然大家這麼喜歡 限量版 不如我給你多一點吧 所以會場預訂呢 雖然它沒有說明 會場是 因為它是 Exclusive 但是可能你先訂先 玩先 有些特別性 或者有些特別的配件 特別的情況 這樣呢 其實全部都它都給了你的 所以呢 我相信今年Hot Toy的成績 都會令人滿意的 如果我自己個人來看 那 還有呢 它還有一個 終於7月20日揭曉 敬請期待 還有一個1比6的珍藏人流 這個洞 看到嗎 嘩 蘇尼啊 不是1,2,4,6 1,2,3,6,6 1,2,3,6,9 嘩 是9寶 9個預訂 9個預訂 其實它就一次過加了一些預訂 因為其實今年他們的預訂是疏了 少了 因為隨著Marvel的熱潮 比較過了 其實少了預訂 是好的 因為你繼續推出來 其實未必賣得這麼好 其實對於整個市場 對於他們的生產配套 都是 不是有一些正面的影響 那其實它就是 鼓勵了一次 也出了一些 最受歡迎的 Black Widow 第一個版本的漂亮 Iron Man 2 裡面的Black Widow 另外就是 Mark 42的經典造型 其實已經全部升級了 其實真的漂亮很多 它都對比過自己以前 Mark 42 是漂亮很多的 即我講是漂亮很多的 Torrent都差不多 都很多年前的 每隻都漂亮很多 但是你看到1,2,3 我數一次 1,2,3,4,5,6,7,8 8隻 13款 8款預訂產品 還有一隻 這個也是 這個像Wulfurine的頭 像Wulfurine 還有有3支 在那裡 很明顯是 是不是 如果不是都 都很難 真的 不過可能真的 可能是 迪士尼的要求 各種原因 即24號的電影上了 這個 這個Wulfurine形象 可能是很特別 或者Wulfurine裡面 Wulfurine有一個兄弟 我講不到名字 可能是那隻 每一件都有東西送的 講到明白 至於未來有沒有送的 我看回它的資料 好像其實在 Silver Base 都可以訂的 不過限制日期 不知道哪些日期 都會有這些 特別的配件 訂購到 長情大家留意 我開胎了 但當然入到來 如果你真的排得到 這麼早 就不用說 這個版本一定是最完整的了 叫做最罕有的版本 或者最快拿到的版本 好 這個也是介紹 Iron Spider 這個是 真法版 來的 它叫做 ad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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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手工版 好 這個Mask 42 出得很漂亮 但是 看回頭髮 應該這個是 scrub的頭 或是 貼件頭 我覺得很足夠 如果你要處理這個 用真法去做 我覺得很難處理 除了黏髮 還要修剪 還要設定頭 我自己覺得 超難 超難 長頭髮反而 還可以由舖去處理 這些 很難做 雜貶了 出貨 雜貶了 我覺得不漂亮 整個呢 有些人說老了一點 因為 應該是第二集 Iron Man 2 沒有那麼老 我又覺得不是 他一向 其實 羅克棠 其實樣子 一向都不是很年輕 好 這個是這個特別的配件版 所以這個 喜歡Iron Man的朋友 我想 他的抵抗力是零的 對於這個Mask 40 這個版本 是終極版 有一個終極版 不知道十年後 會有另一個終極版 非常之齊件 帥仔 有戰損 應該的配套 是有些不戰損 你看到 兩個頭 是不是 是不是 又不是 是一個戰損頭 兩個頭 這個就是送的那個 這個整個都是戰損版 不是兩個頭 如果出完整和戰損版 混合在一起 其實很多配件 那不如分開兩隻出了好了 這個呢 就近距離拍這個 Artisan Edition 就是 真法版的 Iron Spider Tom Holland 如果這樣看官圖 其實都 搞一下分以上 這些已經很滿意的 另外我反而留意到 它這個頸 這個位 這個頸 這個位 這個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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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之好 其實以前 Hot Toi 那些 Scrubting 就比較穩陣 表情不多 那你這隻眼 能夠動 其實已經令整件事 改善了很多 當然 我始終認為 多一點表情是更好的 好 這個頭髮做得很好 好 那這個又是 又是真法版 這個反而我覺得 長髮更容易處理 其實你觸摸到幾個位置 其實就處理到的了 不是電端那些 其實是處理到頭頂 其實是最難處理的 那麼 如果想知道的 有機會我自己拍一些片 跟我說 大家分享一下 怎樣處理這些 真頭髮的產品公仔 其實我十幾年前已經有做了 很久之前 好 那 這個身形來說 非常之正 我覺得 因為那段時間 Scarlett Johansson 他比較年輕 還沒生小孩 那時候就年輕很多 身形也是比較瘦一點 那這個我覺得 還有出來的效果是很接近 我當年我印象中 那個Black Widow 那這個其實是出得很好的 我自己覺得 有這個真法 加一個Rolling Eyeball System 那 有一個很漂亮的身材 就是真的那個 是漂亮的 也是像他的身材 還有他當年漂亮的身材 因為後來 已經是發了複 的了 好 這個怎麼會這樣 沒錯 這個就是當日幾次會 我們看到這隻Deadpool 還有這隻的 的 這個 當然是阿德哥 這兩位當然是 Hot台代的美女 給大家 衝擊一下大家的視角 好啦 這裡其實有詳細 大家可以CAP圖 看看 怎樣 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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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大家看看 Pause再看 好 我繼續下去 好啦 下一個是誰呢 九尾六面的Kiss Logic 其實去年的動漫戰 他們出現 有放了新作 那這一次呢 我給大家知道 是有驚喜的了 有些圖片上 我給不到你看 但是呢 說話上 即是我知道的東西 我可以披露給大家知道 包你大家有驚喜 所以千萬不要走 不要看到Kiss Logic 這些不是最出名的品牌 我們知道 很驚人的 驚世大發現 好啦 這個是德國遊戲 設計C的遊戲 那其實他們很早已經開始 尋求做了一些遊戲 遊戲的產品 即是不要在主流市場上 不斷爭那些 Figure Figure 那呢 C34的Kiss Logic呢 今年呢 繼續是有些展棋的 好 對了 拿了一個Lyzen 超人展棋 我覺得呢 Kiss Logic的做法是 比較聰明 他是用自己的經驗和技術 去做一些產品 但是呢 他又不想在一個主流市場上打 那是的 因為始終有很多公司已經 創世大 或者要做得久 經驗也好 那麼 他爭同一件事 其實 是比較困難 我只覺得 當然我不是說其他公司 一起做同一些Lyzen 不好 當然玩家當然好 因為你鬥美 也鬥便宜 好啦 那這裏呢 哇 這裏就有說到話了 知道嗎 這一個呢 其實呢 是WhatsApp來的 但是呢 Kiss Logic那方面呢 這些是一套正常的文字 我相信他這裏都是官方 官方的一些 即他們將會發佈的文字 所以我可以給大家分享 他叫Unix Square 其實就是他們一個新品牌來的 就是Kiss Logic 應該是兩間公司合作吧 就會插出一個 變形金剛 晴天柱 即Altimus Prime 我給大家知道 什麼叫Cumbo 其實就是說 它這個產品 是能夠有一個機械人狀態 和貨櫃車狀態 蛤 你不是只有鞋子寶才有這個 變形嗎 那你想到了 它不是變形 但是它有兩種形態 那你想不想到 聰明的領就想到了 咦 有些像其他牌子的做法 其實它也是將它換配件 是的 換件 但它可以同一個產品裡面 你有兩個玩法 哎 我怎麼變到一個貨櫃車 好型的 也都變到機人 好型的 那為什麼不好呢 因為你真正的變形 其實可能變得也不漂亮 外形回來 而它當它不需要這麼辛苦 想變形的技術和工程的時候 將這些成本 可以做漂亮的外形 為什麼不好呢 它換件換的 更漂亮的 像車 像機閒的上色部分 那不好嗎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個 可取的方法 好了 沒有相片 那一定要去到現場看了 現場呢 講不講得一次呢 我也不知道 希望我們講得一次 那你就會見到這個 Otomus Prime 怎樣由一個機械狀態 也同時一個產品 可以變為 火櫃車狀態 如果這個系列 走下去呢 我想都有一定的衝擊力 對市場 那麼 正版售權不用說了 它說 機械美學和可動 它根本就 不要說 看它字面了 這些 在那裡 給一些煙幕人 應該不是變形的 因為我都清楚知道 鞋子寶 將那個變形 那個授權 一定是緊緊地鎖在 鞋子寶 自己的官方產品裏面 都幾難有變形的 但是 就是灰色地大隻 我真的變到的 兩個 不過我中間 我不是用同一隻的變出來 還用換件 這個是我個人估計 但是也都幾 肯定的 好了 除了 我又有照片看了 對不起 我都不記得了 沒錯 這個就是那個鞋子 這個是灰鍵來的 不是這個色 即是說 你見到機械形態呢 很有型 通常都是 變形的那些 變不得有型的 這個就是型仔 很多人都喜歡這個形狀 這一次 真的打交到大陸出上面 幾間公司 Visio Yuropark 他們 都是那類型 可能的授權 剛巧又是不同的 那真的 授權箱真是厲害 好啦 就是這樣 reconstruct了 即是說 最終它變出來的產品 是變成一個貨櫃車 是很接近的貨櫃車 我覺得 當然不要換太多件 就是我們叫做出貓 你換好件都不如放在車上 我覺得它不會的 它一定是把公仔拆散了 加少少配件 令它很完整地變回貨櫃車 這個就是它們現在的枯養狀態 希望它們有上色版本 噢 沒錯 就是這樣 其實有些像 我個人覺得有些像 Eropark 都是拆件 不過它就多了 我可以變成車 砌回車 這樣說 所以其實是複雜的 應該是 好了 這個形狀呢 我叫做是有改動過 redesign過 其實這個也可以是授權商 更加滿意地可以把授權 又給多間公司做 好了 相片就沒有了 不過還有一個 沒有走開 喜歡Kids Logic 喜歡Mark Claus 沒有走開 去年它們放過一些 相片都適合放 圓形在那裡 就是Mark Claus那隻VF1J OK 今年都會有 是的 還有這個VF1J 跟這個autobus Prime 一樣 應該說不一樣 都是可以變形的VF1J 將會它們在會場上公佈 給大家看到 怎樣變 去年就只有一個樣子 只有一個飛機一樣 一個是機械一樣 今年就 據聞就可以變了 真的 扭了扭了扭 就不是換件的 這個就應該更加貴更加複雜 因為這個工程就好大好多 好 下一個牌子 又是K字頭 這個QLABODY 這個牌子 其實呢 就是 一個 來地牌子 但是很多時候 很多朋友記得 變形金剛 頭盔 又或者IMAN的頭盔 你就知道 1比1的 可以打開頭的 那你就知道它是哪個牌子 就是它們了 其實它們不單只是出頭盔 其實在內地 它們又出一些巨型 1比1的擺設 或者叫 或者是 甚至可能 有些 尤其是在COSPLAYER的地方 它們有些很巨型的COSA 穿的衣服 例如醒來 我現在的燈 但是 3米高 4米高 但是有COSA做的 那它們就做到這些東西 其實也有些 類似我們叫做 DEFORM作為產品 這一系列的Transformer產品 有沒有限量版 我記得是有一款 很多 好啦 挺開心的 小朋友 認得嗎 這些全部都是可用 可戴 有聲音 還有聲控 這些是 香港比較少見的 新產品 其實就是國內 應該有發售 它的玩法就是 有兩個頭 一個是小頭 一個是大頭 這樣玩的 我記得 我試過玩的 這個是國內也挺受歡迎的 因為DEFORM在國內 和Transformer在國內 是挺有歡迎的 所以 台灣Best Kingdom 也會出這些 這一隻 但是 香港的玩家 是不太熟 好像暫時來說 好啦 這個見慣見熟 那就是它們 一些很typical 很iconic的產品 一比一 戴上頭的頭盔 但是 看清楚一點 原來是一比 一比九的Scale 哇 是不是做得很漂亮呢 不好意思 一比九 你會覺得像一比一 真的挺漂亮的 一比九這麼小 但是做得很精細 但是 其實它們真的有一比一 OK 好了 這就是限量版了 鏡像瓶天樹 即是Lemesis Prime 如果我沒有記錯 因為我都不是Transformer粉絲 不過做得多都很熟 328元 限量108 這個它寫到是限量的 大家看看會不會考慮 這個應該是會場限量版 或者 將來在其他內地外國戰艦 可能有都不頂 不知道 但是香港只有188件 還要是頭兩天 看清楚 過了之後可能 都沒有了 那或者它就是 將這188件 都放在頭兩賣 那賣光就沒有了 所以它就不會攤開5天 好 又到下個品牌 告訴大家 絕對有驚喜 K2頭 這個 好害怕 啊 看著 留心了 叮 好 大家猜猜猜的是什麼 來的呢 Kiss Concept Kiss Concept 這一次呢 其實去年公佈了 有圓形擺出來 就是那個 Mark Cross裡面的 兩腳雞 那些機械 即是外星人機械 但是 這個是機械來的 據聞呢 他們有個外星人 坐在裏面 但是呢 不滿足 他把內廊的機械 那些燈效 做出來 你看到呢 又綠又藍 又黃又紅 哇 怎麼做的呢 我知道怎麼做的 這裏不說了 留下第一次說 留下別人老闆自己說 他應該會有發佈 據聞他們是非常趕急的在說話 會不會有現貨賣呢 希望他能說到 我又代表不到他講 其實是努力他們當中在說 但這個樣板 我相信一定可以看的 這個著燈效果一定可以看的 那會不會 好像據聞是有 據聞他們的照片是有三隻 因為這隻 這隻量產機械 它有正常版 有重炮版 有一個是偵察版的 那我不知道 它是怎樣三款 它有一次過三隻賣的 那還有呢 出來的效果很重手的 這隻東西 可能用了很多合金成分 那所以 其實拿起上手 就一定覺得是大件夾底色 很划算的 那每一場 希望他們做到有 那這個我就不知道會不會 他們聽聞 是會有的 但是這個畫面其實 看一次 嘩 真的沒得頂 不是這些超複雜的技術 但是能夠 這些是一些 心思或者設計者 或者工程的 安排 令到整件產品 是叫做 感上天花 或者叫做 滑龍點睛 好 好了 看看這個先 這裡就是他們 其中一系列的 VF1的 產品 有些都見過 那是不是這裡會再出 這裡有整個 Z賣 三隻 我不知道 粉絲其實會買的 但有三隻會不會很貴呢 對我來說 對了 這就是那些三竹雞 這是其中一個 炮 那這些是不是燈來的呢 好像 我看見好像是燈來的 他有發光燈效 沒錯 他有發光燈效 前面後面我不清楚了 裡面都有發光燈效 1比72 好了 另外一隻 是不是南美星人 做得不錯 1比72 這麼大隻 是不是1比72 他這裡寫1比72 寫錯 南美星人是巨人來的 所以他1比74 很大隻 記得 他是巨人 飛機這麼大隻 這個飛機這麼高 真的整層樓 整層樓很高 所以他差不多要1比12 因為他6倍高 我沒有記錯 好多燈效 外邊有燈效 好 好了 對了 這三款都在這裡了 一次過 他這裡都沒有寫不寫 希望他們趕得遲 因為聽聞他們都趕緊 好了 除了Marcose之外 沒有Kids Concept 只有Marcose 暫時來說 或者比較 令人記得出色的 就是這個 但是這隻 這隻 南美星人的 量產型的 低級士兵的駕駛機 我相信 都是很多Marcose粉絲 瘋狂地想擁有的 尤其是 成品好像極少 腳刺樣也極少 好 希望他們趕得切 到時留意他們的BOOF 是多少 是沒有寫的 好了 但如果沒有記錯 他應該是D區的 好 又看下一個 好了 Ada 因為有很多 一些比較 不是小 我來講 他可能不是專門做玩具 的產品 的公司 或者是新的公司 那我就不特地去分類 不要很長時間 其實我告訴你 這一部分都是很長的 我盡快地說 遙控巴士 其實上過來了 開CV的 Concept 他們出的 是二通向一點的 遙控巴士 但是這次呢 出了這麼有型的版本 大家留意 連remote控制 都比別人好 好 這些不是限量 不過是那些 可能有得賣的商品 或者他們的標榜商品 這個應該是 A字頭 A58BOOF 就是藝術家那邊 設計師 mini size 那 不特地過太久了 MECA 但這麼快出Halloween版本 好 再看這個 A22 也是另外一個Long Line 這個名字 這麼像 那裡 什麼組合 就不是玩東西 好 另外 Cafe de Boro 這個其實是老友 波羅油妹妹 波羅油姐姐 A31 對了 一看到這個是他的 標誌性 OK 是不是新 不知道 通常他們會做one-off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設計師那些 周介遊 A58BOOF 裏面有一個 這個很喜歡Candy Queen Kiki的Chocolate Version 一隻巧克力式的豬 好 這個已經說過了 就是2 plastic BOOF 這個也好像不是 也是 剛剛介紹過 Devil Toys 那個合作版本來的 好了 Fat Zombie 好朋友 A52 他們都叫做設計師玩具 這個就是寵物車 1比12的 全部都是 之前出過一些 別的東西 好 這個是另外一個 設計師 A53 LPS Creamy Creamy 康培系列 好 大家看看 就快快了 A53 繼續是他們 A58 跳來跳去 很多他們的新創物 A22 好像剛才也有介紹過 DG Square OK 可能照片都偏排大 大家不要介意 A31 好熟年後 好 這個 A22 又是他們 千萬兩 A22 好 好了 這個 Toy's Gallery 他們的 1比4度 半空帳目 毛面青人產品越出越多 現在開始 腰帶的位置 大件了很多 連盟地台 再大件一些 可能朋友不習慣 因為再大件了 但其實 毛面青人是精髓 腰帶到 應該這樣做 越來越多 這個是 W 是吧 其實 做得來真的挺漂亮 我覺得 它的顏色處理得很好 還有 形態很好 有時候 在其他FIGURE產品 未必見到這樣的狀態 但是問題是 喜歡雕像 就喜歡雕像 不喜歡 就要玩FIGURE 玩 不喜歡FIGURE 玩雕像 有三款的生產品 會見到 有沒有得買 不知道 好 A2588 又是朱古力版本 這個豬好搞笑 好搞笑 好搞笑 好 好 嘩 對了 剛剛聽到 聽到這把聲音 5點鐘 落到晚上5點鐘 L做了 3點多 做到現在 支付都很長 唉 還要剪片 好 繼續去 咦 又是TOOPLASTIC 這次它這個是有授權的 英雄本色 沒有寫字 雖然英雄本色 這個字不需要拿拉伸 但是 問題是 加上佛哥的造型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拿了授權的 OK 好了 A29 很多 不說了 大家喜歡就 截圖看了 按停了去 影柱號碼 太多了 講一講 我都很後悔 開始不說了 這個要講講 這個是一個 就不算計師玩具 它是一個叫卡洛斯的牌子 是香港的公司來的 做了一些職目 它的形態 其實跟LEGO是一樣的 大小之外可以互配的 但是它們採取了一個人頭仔 頭仔 就大一點的 當然 人仔的身形當然不會有些不同 這個是拿授權的Spy Family OK 好了 這些都是ADAR POP RACE是第一次是有讀文箭 自己獨立放 不是放在Tiny那邊 你會見到 這一次呢 它有Gimmick的 POP RACE是香港公司 它們很有一個心去做 就是D區 那 這輛車呢 總共有一個實物 一比一會 現場展覽的 這輛賽車 其實很漂亮 你看看它的顏色 好了 這個繼續 另外A字頭的Proof 是不是 看不到 是 A30 好了 看看POP RACE 據聞有兩個賽車雷朗 是日直的 專屬賽車雷朗 會去現場 和大家 真車仔出現 大家要留意 所以 都幾等本 D23 POP RACE 好 這裡跳一跳 又是剛才的Concept 遙控巴士 這次有遙控的 小型起重車 我忘記了 說不出我名 說不出我名 這種車 好 加樂士 竟然出過紅白藍的人仔 這就是他們的新產品 沒有說是不是限量 好 老朋友 Steven Troy Steven Troy 是蔡老師 C24 會看到他的 星之王子 就是 Little Prince的系列 小王子系列 還有其中一個和海洋堂 合作過另外兩個系列的核彈 我叫核彈 但是核彈 一來沒有那麼便宜 之餘 是接近藝術品 其實 雖然他是抽 但是 其實很美 當然他有些再大隻少少的 就不用抽 應該有新產品給大家看到 A29 另外一個設計師 這個我覺得挺帥 不錯 好 海洋堂 Soul & Pilot 繼續有他們 Steven Troy的作品 好 有彈返的Toy Screen 不要試試彈來彈去 其實有一個終極版股價 據聞是 其實真的處理得不錯 但是我覺得他在廠的QC 要很小心 因為其實這些顏色 這麼正式 其實有一點塵 有一點花 其實就 比較外眼 但是他們都做得很不錯 其實那個外型做得不錯 我覺得他比例 是做得不錯 真的 不過價錢 現在他因為大隻了 價錢就多了 好 另外Five 這個他就沒有 這個其實比較 機械化 我覺得Five 可能他就不擺扭扭的狀態出來 你看他這個是有少少扭扭的股價 還有之前那隻W都是扭扭的 我覺得身形 身體姿態 這個就很正直的站在這裡 好 咦 竟然有一個 沒錯 我也是照樣拿的 這個Boof在哪裡都不知道 無秀 有兩個產品會展示出來 這個是比較神秘的一個Boof 大家留意一下在哪裡 好像是A區 還是C區 我也不太肯定 我也是拿到這張照片 好 這裡值得說說 因為他是1比1的 有兩隻 他用拍賣形式 好像 A09-10 一隻Dafreda 和一隻白兵 好像是拍賣形式 有沒有記錯 原創第一批限量版 好 另外 Joytoy 他會有 相片擺放的 但不是Joytoy自己擺放 應該是YM Studio擺放的 但我看到這些照片 真的太美 拍得很好看 而且如果真的 產品上色到這樣 就太可怕了 會不會是 YM Studio 是模型工作室 會不會是他自己 有了一些照片 但這個又像觀圖 對 照得很美 不過我不是 我不會玩 所以很幸運地 就不會玩了 否則很大一件事 好 這就是另外1比1的Dafreda 剛才有那個部分 好 有點跳 不好意思 另外超巨大型的大T人18號 發光模型 E05 大家留意一下 只有30件 1800元 其實 大件夾得吃 好 這裡 紅兄 紅兄來了 100件 竟然這個大98元 兩隻公仔 實在太可怕了 便宜得 好 另外就是另一個 我們設計師界的 老大哥 Mag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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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ys 其實之前這隻Eva 我記得在Toy Show 買得很好 這次 它真的有一個 自己的會場行定版 就是 正式的半透明 是不是紫藍色 這樣呢 好像是 應該又是不會多 A33 但是 更加就是 它繼續Eva 添食 其他試圖都出 還有 Ginning初航機 也有 夜戰的 新推出 不是限量 優先發售 這隻好賣 好 回到這裏 另外一家公司 不是很熟悉 不過 出了一些很舊的鐵金剛 浪膠 60cm 大大件 紅兄 嘩 玩些RToy 它一向都有小飛合的 拉繩 它就出了兩款 其中一款 限量50件 嘩 3000元 而且只是第26號 即是它們很有信心 第一天就會賣完 或者是不是 賣不完都不賣呢 我不清楚了 大家留意它們的東西 所以如果真的想賣 第一天就安全一點 繼續 繼續 跳回去不好意思 剛才 Magnos Toys 另外一隻 總之見到它這個版本 即是Deform了 Designer Toys 就是它們了 這是新推出 13號機 大家不要露亂 13號機 不是錯機 好 另外大鐵人化缸 17號都有 又是1800元 30件 那它只限30件 我想它限每場30件 但是它不是一個特別的限量版本 因為 好像某些產品 在街上都見過 好 另外這個 就是一間 不認識的公司 對了 有黃俠仔 那它是不是很露手拳 另一個油掛 那樣子很遲 18周年 放飛鴨 不知道為什麼 要出這個概念 只有五件 三千多元 它是不是 用Red 才做的呢 好 那這裡 鴻兄 說不單出 小飛鴨 出公仔 還出賣 車仔都限量 這架 這架 Beyonco Sirel 100元 299元 1比64 大價一點的 咦 1比64 很小 那一架 但是它 299 可能很精細 我想不能夠說 解釋它的價值 相信是很精細的 在哪裡 C26 另外一架 小飛鴨 50件 3千人 好 這個 新牌子 新公司 對啦 1比7個公仔 積本和大家說 只有五件 繼續 又是大價格 這一個 4800多 這個V型電車 超大 特大版 剛才那些60隻 100隻 1米高 1米高 那 真是可以振紮的 好 那當然 翻文福語的 一個 為什麼會說 因為它是有把劍賣的 小兵器 7寸長的 福語劍小兵器 那 是由名師 監修的 這一刻 我忘了是哪個 漫畫界的名師 好 另外 Maskot 這個是香港一間公司 自己有個 惡魔人限定版 200件 880元 再走頭兩天 好 好 最後 這一個 其實是Steven Troy 是書展的 一個公佈的漫畫來的 我真的想不到 Steven Troy 是畫到這一類的風格 他畫到什麼 我完全不會懷疑他的技術 但是他畫這種風格 又好像完全看不到 是Steven Troy 哇 原來你可以玩到 這麼古典 水脈蜂 好 Ardas 講到這裡 精彩的東西 還有來 歡迎大家 是跳的 你看到B次說什麼 你不適合的 就先跳 好了 這裡 Post Plus 很多人很關注 不過 我雜誌拿到資料很少 已經問了老闆 竟然又好像 像是ActionToy出納牌 還有 還有 出這些東西 我沒有貶意 但是出了一些造型手枕 可能其實今年 我覺得經濟不太好 大家也知道 年輕人 消費者 他們喜歡買一些 叫做配件 的東西 很多公司都 好像知道 趨勢 都在他們的授權之下 都不只是出一些 大大型的製作 投資幾十萬 一百萬 寶具 而是去做一些 這種產品 其實都是好的 讓他們透透氣 還有讓大家 cash flow 好像好少少都好 好 D19 會見到他們 還有的 繼續做這些 這些 不是他們的事 不是他們出的東西 不過 簡單地就印下去就搞定 T-Shirt都出來了 嘩 什麼都被你弄了 好 其實呢 Fred是給了一些資料給我的 好啦 我看回 有關官方給了一些 官方的文字資料 就真的是他們今年 是有一個叫Post Plus的 Premium的系列 就剛才我說的一些 就是T-Shirt 日動品 那些 Accessory系列 他們就是 第一次跟大家介紹 也都有一些叫做 打卡位 那 就 還有一個叫 一分鐘的挑戰 將那些機嫌人擺Pose 那 但是呢 其實他就說會公開一些 當然有機嫌人的作品 會公開 就是一些可能是 開發中的版本 都會被大家看到 那場景我就不說了 但是就看不到有些什麼 會場限量 會場有才發售的情況出現 即是說機嫌 機嫌產品 所以呢 希望他們有些驚喜給大家 暫時 我知道是這麼多 那我講下一個品牌 Sky Studio 就是Post Plus King Art 甚至Bandai 大家一起出三萬六合 其中一間 好了 香港公司 Gator One 最終決戰版 限量500個 這個我估計都是全球限量的 500個 因為如果每場限量500個 那可能 現在這個環境 我覺得未必買到這麼多 我估計而已 我純粹個人估計 但是這個 戰算版 我覺得提出得 非常之好 所以Sky的朋友 就是Sky X Studio 其實很明顯 他是一個很資深的設計品牌 雖然他們的年資不是很長 品牌 但其實 就是 製作指引版 譬如幕後製作班 第一次計師就很資深 好 1798元 這個戰算版 好 另外 其實他們也有一個新的系列 就是監修中的新的首權 就是宇宙騎士 當然最著名就是這個 我只記得這個 其實他有其他版本 因為看到1,2,3,4,5 都有5個出來了 3個監修中 中間一個已經是 可能監修完畢 可能正在收訂的了 好 沒錯 果然就是這隻 Tekaman的Blaster Evo 就是中間這隻 限量500個 和剛才的戰算版一樣 都是500個 880元 因為尺寸小一點 所以便宜一點 對 C30的Sky X Studio 好 介紹到這裡 我們再看看牌子 去到S了 但是大家 不需要擔心 也不需要太過 各樣各樣 因為環有很多 很多很多 很多 好了 這個呢 先給大家看看 放大了 其實是一個 小燦 的手指版本 它是多隻顏色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它不是出大隻 是一些 手指頭公仔 好 然後看到這個 沒錯 這支出的小燦 大家小心點 要認住 這個最近會出的小燦 其實就是 有個會場特別版的 這個應該沒有看錯 就是 你留意一下 那頂帽子 是這隻 紫色的 就是限量版 其中一個功能就是 我可以拆掉這個 奶嘴的 沒錯 這個就是香港動漫節的 會場限量版 記住 它的頭 這個BB帽 其實 是紫色的 就是限量版 正常的是綠色的 跟下面的衣服一樣的 跟下面的衣服一樣的 好了 這個力度另外 是真正的限量版 這些是 堅的限量版 總之 這家Soup Studio 它能安排到就可以了 是不是 這個也是小燦 但是呢 就扮演了隻狼 對了 就說明是 香港動漫節的會場限定 有一個是 喜歡玩限定 喜歡炒的 那些 這隻真的想有 就是剛才這兩隻 也是 這兩隻是堅限定的 講得明白嗎 人家 如果在其他地方 再出就 不太好 可能 轉顏色就可以了 所以 我想 可能真的向上香港 有牙齒的 其實這個小燦都有牙齒 不過 這個牙齒比較帥 好了 另外這個 這個 就不是限量來的 每場有得 有得買 但是呢 整個Family 真的很搞笑 因為每場 買就會送回一隻 熊制Cuba給你 對了 是在每場買才有的 應該是 我沒有記錯 因為太多了 太多東西了 這些就是 這個Folder 所說的全部都是限量的 限量而已 限量而已 限量就是少而已 不是說 Exclusive一定的 看看這個 這個呢 就是現貨發售 這個 就是現貨發售 這個呢 就是現貨發售 這個呢 忍者小燦 其實 會場是優先現貨發售的 沒錯 這個呢 跟剛才那隻 很不同的 就是 頭是綠色 這個是普通版 但是現貨發售 所以真的 玩限量 想炒 那些朋友 千萬要記住 那些日子吃那個 不是千萬不要買來過 基本上就是 這個 很多朋友都很喜歡 但這個呢 不是限量的 這個是現貨來的 這個不是限量的 但玩法就是 35度以上 皮膚會變黑色 這幾天來 香港都差不多 到35度 你可以拿出去 是不是真的會變色 當然我沒有問過 是否用風筒吹 會好一點 因為真的熱 正常很少35度的 那35度以下 就會變回白色 就是粉紅色 這個呢 就是鯊魚版本的小產 這個呢 就是現貨來的 但是很可愛 好 現貨就說完了 剛才第一個Folder 就是說限量 好 接著呢 這些就是其他的新貨 那這個呢 他出了很多 我叫 你姑且給我叫Accessory 又是真的 但是呢 我覺得Soup Celia 他的心思是很好的 這個是什麼呢 我都看了很久 官方的資料才知道 其實呢 其實它是一個花 其實可以當手帶綁在手上 另外 這個花瓣和頭 是可以互配的 可以互動 其實很划算的 看見這個樣子 是來出來的 這個豬咀 這個重心咀 有些閉上眼 抹大口 其實很多種的 反白眼都有的 那你會發現 整個系列 雖然好像漢子很簡單 accessory的產品 其實它的設計 和那個 產品設定 是做得很有心思 要賺一賺 那當然 一次過出這麼多 你又是否可以消呢 這個是真的 那當然 我喜歡小賊 我真的要貪一些 潮流的產品的朋友 其實他不會買完的 他就選一些適用的 那這個是他公司 我比較 有部署的策略來的 就是我 我是 趁機會 出多一點的 不過呢 我就 全方位給你選 就是 可能真的因為潮流在 那可能最終有一種產品 打動到我 好了 不說那麼多奇怪的 這些資料我就不看了 好了 這個監修中 這個是第三代 還是第二代 小賊來的 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 亮晶晶 亮晶晶 對了 還有其他 應該 那這裡有個小賊 小BB 還有高馬熊仔 好像會長到 這個是最適合 最近出的盲盒 這些呢 是一些 PIN 應該是章 應該是 磁石章 這樣 我們大人 可能未必會玩 小時候也會買貼紙 如果喜歡那個 角色 或者IP 其實你就會 各樣都賣一些 尤其是不同的價錢 不同的用途 總會打動到你了 那這個隱藏版 很多東西 真的深思很厲害 可能是坊間是有這些 不過它是 sub studio 用得盡 這個是 Keycaps 即是吸進鍵盒 我都不知怎樣用 我都不知怎樣 要吸進舊的鍵盒 才行 如果你notebook 那些鍵盒 應該放不到 是吧 但是很有趣 在最後一個鍵盒上 有一個公仔 挺搞笑的 這個呢 它就告訴大家 就是這個隱藏版 其實它分開兩個來用的 好了 這個就是同一個 另外 還有這個 Keychain 是鎖匙扣的 但是它還可以抽籤 那些東西 實在呢 深思實在很多 但是呢 我的老人家就 未必還還 可能我女兒比較 好 好 放在這裡 好了 那應該Soup Studio 不好意思 講錯了 Soup Studio 應該我就講完啦 咚咚 Sunrise Park 那麼 剛剛說到 是出Accessory 這間 這間牌子呢 其實就 成立了不是很多年 但是參展ACG之後呢 其實呢 每一年都是爆的 可能 去年是不是第一年 我不是很記得 還是第二年 啊 我看到Accessory的魔力是很大的 其實這間公司拿了很多 現在日本最流行的動漫 漫畫的 題材 就出了很多Accessory 那今年你可能都會打蛇餅的 對 所以它們沒有限量的 不過呢 有很多特價 因為 476元 賣280元 還有 可能有很多 手法的東西 那 你看 那些人 那些人 全都是特價的 476元 280元 咒術回戰 是吧 咒術回戰 也是 Blue Lock 怪獸8號 那些最HIT的 它都拿了 好了 那這些就 這個 這個呢 具文就會唱限量 300個 應該是夜光的 亮燈效果 夜燈效果 是吧 原來是這樣的 就是變成兩色 挺型的 那這些就 簡單的 簡單開心的 但是 是吧 小 小胖衣 其實挺受年輕人的歡迎 限量版 是吧 A03 好熱的 A區 多少錢 這裡看不到 不看了 好 走術回戰 啊 它沒有什麼 它沒有鬼滅的 好 這些肯定很多人買 買了會場 拿著走 這樣 這些 這些新的東西 就是 現在的年輕人都會喜歡玩 這些 我想我年輕人都會玩 好 另外一隻怪獸8號的產品 好快的手 所以出手工具的好處就是 夠快 開發時間短 好了 這個Blue Lock呢 那 似乎是用朗膠做的 那 我想不會太貴 哇 真的挺漂亮的設定 就這樣看 Blue Lock 他們是不是打足球 應該是 看完字就切 好 監修中 這可能沒有二貨買 這個像鎖匙扣 這些東西像鎖匙扣 好 好啦 那麼 又按錯 好 這裡 講完了 Sunrise Park 還有的 好 鼓勵大家 不是適合你的牌子 就不要跳 看看Color Tommy出場 其實今年 大家如果有看過 一些資料 或者看過台視頻 其實 Takara Tommy 剛剛在福光的展覽 公佈了幾個系列出來 是不是全新 全部新 我都不太確定 總共有五至六個系列 就有很多產品 挺震撼的 其實好像看到 嘩 好像想挑戰 其他日本老牌子 很小 什麼都有 那麼 今年 我覺得 可能是頂足而立 我自己覺得 日本方面 我覺得 好 下一個 好 為什麼有一封相 沒錯 因為今年的 單階窮比賽 Takara Tommy 是官方應可 所以 這批決賽 入圍者 即是頭五名 即是三個冠雅 貴軍家 兩個友誼獎 他們的作品都會在Takara Tommy的部門展出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看看 怎樣玩法 真的去現場看到 這個作品是 有多麼美 有多麼精巧 當然我覺得 有些朋友玩過 大家才知道 未玩過 你會覺得 咦? 不是那麼大隻 或者他的功夫 或者他的設計 或者他的心血在哪裏 其實未必知道 是玩過粉絲才知道 那這裏就是當日 入圍的十個朋友 和評判們 好 比賽完了 沒錯 星期日頒獎電禮 三點鐘 在大舞台 東雲海就會做頒獎嘉賓 據聞 接著星期一、二 他們都會有簽名會和他 東雲 好 這裏就是一些官方的說話 沒錯 他們這次有五個全新系列 真的沒說錯 本身有Takara Tommy 有Sauce Sauce我覺得香港不太行 但是 這聲音是 Adomas Machina 其實這些機閒 看名字也知道 Realize Model Toyerize 這些全部都是 你看到是一些主流項目的 產品的定型來的 其實看名字也大概知道 因為如果改錯名字 就不明白 但是這些名字改得對的 你就知道 還有一些日文 那些 那些人文英文字 那些看得多就知道 那是有模型 有Figure 其實還有一個神秘系列 是未公佈的 應該是人形來的 應該在這一次都會出現 這裏就有說了 最大型的 第六十二屆 日本福光模型展 兩上了 今次都會離開 新系列試作品 7月 更加會首次海韓演出 其實真的開心 因為日本以外 其實還沒出過這五個新系列 一次過拿過來 這次Buff的面積都很大 好像有十個那麼大 好 另外比賽 要有講到 那就不算得我了 講到 好 Takara Tommy 就講到這裏了 還有很多 聲音都關了 好少講到聲音 Figure終於出場了 因為就是排名版 這支Figure呢 限量版也是很多的 多不過Hot Toi 但現貨來說 限量版 特別版 比較正 數量很少 但款式都很多 他們都很細心地想到市場的反應 還有那個需求 他們不會做得過多 又不會過少 我知道 永遠都是賣光的 那這些數量賣光 就很神奇 很離奇 好 第一隻就是 德哥說的 骯髒了的 VFJ 戰選版 是不是 這個照片 是不是 好像不太戰選 沒有照片 可能我看錯了 好 只有80件應該是的 1340 價錢應該沒有特別貴到 但限量只有80隻 D22 應該都很容易賺的 應該都 是啊 舊化圖裝版 這個變形戰有幾個 是變得帥的 好 另外 哇 這支我講過了 伊迪安只有10件 那麼少 八千多元 10件差不多 我覺得 太多又不值錢 太多又不是買那麼貴 即貴的錢就少 一定是這樣做的 足夠龍之和VSIO 伊迪安是單式調版本 這個好像出道版 啡啡的 我覺得像生壽版 這個 好 另外就是EVA也有的 那麼 只有80件 又是 金屬配色 即是很亮的那些金屬色 應該是這樣 就沒有電到 是的 那麼 2號機 2號機 嘩 白獸王都有限量 30件 2590 剛才1340 2590 黑金版 其實黑金版 它又不是整隻黑色的 不過是那些銀色的部分 就全部黑金 因為那張照片 就難看 即是它難確認 黑金是怎樣 我想大家看實物 因為照片是難表達的 我覺得 30件 好 然後 都說了 很多奧帕文限量版 DLX的暗黑奧帕文 DLX的暗黑奧帕文 這個是未出過的 之前出過的那個 是Bumblebee 我們叫T6的版本 這個是狂派再起 是不是T4呢 T4 應該是T4來的 我沒有記錯 不是叫走路文 又不是勇士文 應該是沒有文 Lastlight就沒有文 騎士文 這個是另外一隻來的 80件 1810 好 這個Bumblebee版本 寫到明了 Bumblebee版本 Shatterglass 這個就是 Shatterglass版本 不是Lammas 這個就是Lammas 黑色 這個紫色 鏡像 是不是 唉我都不敢再說了 我怕我弄得亂了 這個奧帕文呢 更麻煩 6件 因為為什麼呢 是Premium來的 這個其實是曾經很受歡迎的 Bumblebee Bumblebee 30出的大型 那隻奧帕文 Premium 很大隻的 450cm高的 一個奧帕文 都是4000元的 但是呢 這個顏色呢 就在第一次出 只有6件 那如果覺得這隻奧帕文很漂亮 很划算 那呢 主要是只有6件呢 其實你問我 我都不是特別幫哪間公司 我真的想飛破買的 因為我玩過那隻 正常版是很漂亮的 即是 無論是結構工程外形 都是操弄去 都是很好 很堪玩 很實正 那你而出這隻 這個顏色 你只有6件 那是不是很值得收藏呢 就肯定是的 那我覺得這隻是 不過都未必唱到的 說真的 一定賺到肥田 雖然你說經濟事道不好 但是這些 現在對於收藏家來說 不用想啦 好啦 就這麼多了 1 2 3 4 都五款啦 老闆 會不會做到多些 我不知道 可能我漏了 不定 我打了出來 好啦 VSELO之後 T字都差不多到尾聲 是吧 Sorry 還有4個Folder Ti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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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找到資料 這架九巴 千萬不要覺得 這架九巴 是龍運巴士來的 它是特地因為這排 機場需求多 九巴借了車 給龍運那邊去用 所以這架龍運巴士很特別 一方面它座位多一點 二來呢 因為它不是載機場鑽線的有行李架 它原來就是KMB 是比較汗油 這架是限量版來的 好啦 另外這架呢 我先當我姑且叫它限量版先啦 下次會場 它其實是以前古代 即上個世紀 中巴 中巴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見過沒有 中巴這些很舊型的巴士 而且是改裝了 是特地是運 運錢的 因為多謝有人入散子 入銀仔 整個香港島 那麼多巴士 收起來收起來 一些散子 它應該連同機 連同袋拆 可能連同袋拆 其實真的很多 所以它就用了一輛介款車 就用自己的巴士改裝 那真的才坐在這裏 應該適合的時候 不要坐 它還加固了 有鐵絲網 即是防渡的設施 純粹真的是介款車 這架都是龍運 KMB是少有的 而且是真的近期才有的 如果過了高峰期 或者一切扁分正常 或者叫做設備 追得上回 即制度追得上回 那其實這些特殊版本的車 就可能不會再見 好 那這個呢 雖然它沒有說會場限量 但是我覺得 它是首次出現 那就挺特別的 因為它們也有強調過 這三個授權 第一個授權是什麼 Toyota 第二個授權是什麼 香港重機 第三個授權 你猜不到 就是馬雅木 馬雅木 如果坐小巴 大家在這裏門 經常見到 很多小巴都寫著 車主是馬雅木 後來大家慢慢知道 原來馬雅木 是香港的小巴大王 應該是 他們家族是很多小巴的 這個是正式授權 這條線 它是走上水港鐵站到 鄉原為口岸 剛剛好 其實就是 最多人的關出 就北上 其實整件事 你覺得它是很精心的設計 每一件事都是有原因的 好 繼續看回電車 不是限量版 但也好像最近推出的 李小龍的電車版本 你記得整個 整個拉花的DECO做得很精細 好 都是馬雅木 這輛車是 挺有甚事的 好 Tiny講完了 當然有很多Tiny的模型 各樣各樣 是 今年由於Takura Tommel Diacon那邊 就獨立分開放 所以原本之前 Exerring Alphamax那邊 今年Diacon 本來的那邊 但劉思傑 都有三個行動版 跟大家交代 這也是他們叫世界性行動版 即是香港一點 美國一點 日本一點 那都是三款 沒有走的 人家寫得很均真 寫得明白的了 SDCC有啦 ACG有啦 接著 這邊是Summer 接著是PIA Club 應該是他自己的那個 PIA Club 淘寶 好 很均真的 三款 這個女生做人比較 比較沒那麼Exerring 即是那個軍事化味道少些 科幻風重些 但是女性化多些 其實這些女生早期是比較大隻的 我都覺得 比較美色的 現在越來越中和了 那當然還有這個 特種部隊的樣子 這些禮牌就受歡迎的了 整隻黑色的特種部隊 加吞牌 就是這樣 那我交了兩個女生 三隻都是限量版 幾隻 沒有特別講到的 我記得就 200隻 可能是這樣 那大家要搶的 這隻都是 好了 這裡講清楚了 有講 有講 其實沒有講幾隻 錢也沒有講 對了 好 大家要留意 官方去到PIA Club 看它 最後這幾個 沒有那麼多話 都好一點 最後 馬大哥 不好意思 最後什麼意思 馬大哥是一個最勤力的設計 你見到它的BOOTH 是A那裏 A16 第一天 限量15個 830元的Lucky Zombie 這些是 押借押胎 Vinyl 另外就是 又是另外15個 都是第一天的 830元 這隻應該貴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不是 數量都是這樣 這個有不同的 其實那個 那個 那個帽子 是不同的 這隻 多一點 因為便宜一點 220元 7月1日 都是第一天 意思是 五分五天 第一天 買完就買完 是什麼意思呢 大家可以去到BOOTH 和你問一下 問清楚 很多限量 五隻 這隻是3,100元 這隻我見過的實物很大隻 35cm 其實很精細 如果它是五隻的話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部分的上色 是Wincent自己處理都不定 廠幫他做一部分 然後他再細緻 因為如果五隻 其實有要求的 其實可以這樣做 不用交給廠 十隻以內 其實很多時候藝術都做到的 看看有沒有時間做 或者是想怎樣定那個產品 好啦 那這裏呢 其實呢 因為剛剛Yolo Park 和Wincent Ma 其實有一個新的合作 那我看看 喔 條片出不了 好啦 其實就是一個 叫Jungle Watch的系列 叫Formelab Jungle 那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看一下照片便知道 我先看回照片 這些就是剛才那些細相 好 好 那我待會在Yolo Park 那邊可能會看到的樣子 那這個在Yolo Park 大家看看 這個是首次兩個單位 一間公司 和一個設計師 和一個設計師 合作的 用一個方程式的概念 來加上人員 那個Wincent的 慣用的character 合作了一個新的art form 的產品 大家留意一下 應該兩邊都會放 我相信 好 那這就是詳細 剛才那幾款 那幾款 限量版的 一些獨立的照片 原來還有一個 這個 好 當然今年還有繼續推出籃球 這次是青色 這個呢 是one off 這個肯定 Wincent自己做的 你看到金屬色 很亮 或者加上拍照 其實它全部都用金屬色做 但當中有很多 我覺得這個色 設定有點像 HALLOWEEN 或者小丑 那些做法 叫做Cyclebone Jungle Micky Mike 我知道了 那這個可能就是 又有方便 可能是Micky處理的 可能 或者一起處理 那這裏沒有特地去說 那因為公仔肯定是Wincent的 那個噴友 是不是全部Micky呢 這裏沒有特別說 也有可能的 只有一隻 好了 那Wincent講完了 那講完 可能是最後一個 Final 沒錯 最後一個 Yolo Park 那 純粹跟這個造字 Yolo Park 這次呢 Eva其實出了一些公佈的官圖 監修中的 其實這個是AMK的料理 就是220元的系列 大件夾底色的系列 那你見到三隻 零號機 一號機 二號機 其實這裏比較平淡 但其實產品可能會 還有一些驚喜給大家 也不一定 因為其實很多人還沒有Finalize 這個在會場會見到實物 樣板 實物樣板 應該都幾接近 因為差不多 聽聞好像8月出的了 那就是說 換句話 其實你見到到時的版 可能都是Final的樣子 我想可能現場看 你會覺得漂亮很多 因為 大小和效果是不同的 好了 繼續回到他們 今年都有一些限量 其實算是限量 但又不是全新的東西 一個Sybertron 他們的起家之作 24寸高至60cm高的 一款 二萬元一隻 只有10個 不是 Sybertron有20隻 頭兩天有 每天10隻 看看他們會不會很快賣完 還是說 你一會兒就找不到 不知道 這個真的是 因為這麼高價錢的 作品 產品 就 很難說 動漫自有時 可能又買了 也不頂 希望他們買了 那 你也知道 我也不喜歡 偏偏偏偏偏偏幫 哪一個公司 總之就是兩隻 兩隻 兩隻 對不起 是20隻 每一 10隻 這個三是藏版本 不是地球版 比之前推出的系列 沒有那麼多 因為是標準版 但之前錯過了朋友 就可以來 好 這個是真正的 會場限量版 動漫自 應該是 100隻 沒有記錯 這個是Lemesis Prime 來的 AMK Pro 其實AMK Pro 這座Operman 是第二隻 之前是 其實Operman 是空前地成功的 銷量 評價都很好 這次竟然出了一隻 暗黑版 在會場買 我覺得這隻 真的蠻值得去 撲 為什麼呢 價錢應該是三百多元 限量版 還要是黑色 而且這隻本身是出得很好 好 還有一些大件 這隻Optimus Primo 便宜了一點 但是尺寸 其實弄論這個重量 其實不會小隻 我怕問 在高度可能差一點 大隻很大隻 頭很大 還有 這隻豪華版 你知道有些很特別的東西 其實之前 其實我一早就只有一個功能 但當時授權商未 approve 我就不敢用 不敢試 其實它有透氣的功能 以及出煙的功能 應該這裡是公佈了 最近他們 總共只有10隻 每天走五隻 豪華版 這隻 IES的奧迪母 我覺得這隻 其實價錢比較親民 其實是值得玩的 因為它的功能 根本就多於Opperman 是不是 有透氣 透氣的呼吸 就是自己會呼吸 動一下動一下 心口 還有 有演出的 好 當然展覽產品這裡反而比較重點 因為既然 這套Upper Transformers 1的電影 快上 這次可能是他們首次 你會見到 在電影都未上 你會見到 它四個主角的兩個系列 為什麼呢? 其實它是有 過程裡面 是四個主角 他們有些叫Number 有些沒有真名 經過過程之後成長了 還是正化了 升級了之後 其實是有兩個版本的 換句話 其實這四個主角 其實它有兩個系列 兩個版本的 一個是我們叫小人 小人 小孩子 另外就是大人版本的 到現場 你就會見到 這些樣板 基本上 YOROPART這次 差不多有全新的 樣板有17件 那麼多 剛剛EVA 沒見過 只有本圖 這裡已經8隻 還有其他 天空戰機 等等 AMK PRO 跟大家一邊介紹 沒錯 這裡數到 看到 這些不是新的 這些大巨型的 不是新的 這裡 這裡 比如說 初始編 就是ONE 那裡 已經是四隻 有兩個版本 Codness Mode 和Codern Mode 即是成長和未成長的版本 初號機是三隻 這裡加上11隻 那麼這裡 AMK PRO 這幾隻 還沒見過 有Mirage 有騎士文 還沒見過 有暗黑Apartment 這隻就是G1 這隻有得買 這裡有三隻 然後還有天空戰機 修羅王 所以 來說 YOROPART也有很多新的 好了 最後 可能就是壓軸 就是YOROPART 成Vincent Market 最新的 Formula App Jungle 就是把 Jungle App 加上 Formula 1 這個一字 就是那個合作 因為你看到 其實 我想它會不會可以變形 就是 用回 Jungle Park 那個善長的東西 就是 將產品 組裝過 變成車 我不清楚 這個大家去現場 看看才知道 很明顯它是用 這個 賽車概念來做的 毛獨有偶 他老友 Kenny Wong 王大哥 他的SAMSAM 都是出了賽車 SAMSAM版 你們是不是要約定的 好了 這裡的影片 都是看不到的 不看了 回到自己常觀看 好了 那 今天這個功力就到這裡了 很麻煩 錄音了 錄了兩個小時 差不多 我剪了剪了 也可能 也有個幾小時 好 希望大家 大家 喜歡 這個節目 因為 真的花了 我準備去找資料 搜集資料 加上去聯絡各大廠商的 負責人 老闆 工程師 加上十個小時去準備 當然 我花了多時間 不代表大家要欣賞 但我相信 這次的玩具攻略 它 cover了差不多 這次香港動漫電玩具 裡面 除了Bandai 除了他們之外 接了差不多九成的資料 除非我 漏了 裡面的限量版 和參展作品 我想 參展作品 新作品超過1000件 而限量 或者叫特別版 在動漫展現場 發售 或者見到街 我想超過三至四百件 加上 粗略估計 所以 入場看玩具 這次肯定是很精彩 因為 以我所知 今年的參展玩具商 是最多的一年 因為 HAPT 一大堆 HK3C 還有一堆 還有一些獨立公司 加起來 實在非常非常之多 所以希望 今年大家進來 可以看得開心些 當然 又想去旺 又不想排那麼久 很矛盾 但太清淨又不好 所以 看情況吧 希望不要打風 OK 我是ToysTV的Brian Lo 希望你喜歡 喜歡我們這集 喜歡我們的頻道 麻煩訂閱我們的頻道 like和share 尤其是這條影片 對於想買玩具的朋友 我相信真的會幫到大家 多謝 拜拜 拜拜 我現在在做什麼呢 You are watching ToysTV 這句就是以前看別人說 到現在自己可以說 由以前觀眾的身份 變到現在可以一起聊 變成其中一個主持 最大的得罪是什麼 開心 所以希望 我的經歷 等於你將來可以接觸到的東西 大家一起可以 每天都有ToysTV 大家一起感受 玩玩具的樂趣